一位名为Mary的女子独立救援狗狗 把自家当成中途之家 救援回来的狗狗们 会先送到受医院检查 治疗再带回家里训练 并帮狗狗送养至国外 在领养人不能亲自 见到狗狗的情况下 Mary会拍照录影写详尽的资料 做服从训练等等 而Mary送狗狗出国的方式 适合旧金山当地的 动保协会合作 先由协会选合领养人资料 进行家庭拜访 而领养后协会也会追踪 请领养人寄照片 Mary说 有几种情况会拒绝养 将狗绑铁链 住阳台 不能进家门 或是庭院没有威力 这些年下来 Mary总共送出250只狗在台湾 450只到美国 今年也有8只到加拿大 在2014年5月 Mary特别到旧金山 参加有当地的养人 发起的聚会 当天供来了50个任养家庭 约100多人 大家都想让Mary看看 他们有多爱这些来自台湾的狗狗 以及狗狗们现在有多幸福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神明天使与您一起 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地窖和平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